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好笑的事呢 那我们就出发咯 Let's g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突然一瞬间又到了海线的地方 因为现在夏天 所以我们当然跟大家介绍一些晚睡的行程 而且我们真是特别找我们的来宾 水母哥哥 因为他的水性比较好 但是我弟 我自己个人觉得福人龟小这边的话 跟那些龙洞 潮境其他的人数是比较少的 因为这附近的话通常都是自己有装备来的 其他潮境啊还是说那边其实都已经有观光的店家那些 相对比较没有这么知名 可是比较少破坏的地方 比较没有这么多人 海洋就比较好一点这样 以上可能是本篇他最震惊的一次 后来等一下后面他就会大解放 好 走吧 走 那我们刚刚就停在路边的百姓那边 然后就走过来 会看到湖连国校 然后那你应该可以停个15台 20台 我们今天算是蛮早来的 结果想不到已经这么多人 现在才7点而已 哇 好多人喔 今天感觉是几乎没有浪啦 没什么浪的 对啊 它是很大的螃蟹 真的耶 好大只的螃蟹喔 超大只的 而且我们一吓到它了 好好笑喔 天啊 我来路级拍它跑下去了 肉依说它非常的紧张 对啊 因为我很久没有填水了 对 然后我们南海边 这边也要尽量以物理防晒 或者是海岸有塞的防晒爐为主 对啊 如果在这里的话 如果比较有浪的话 嗯 在这个刀梯刷这边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在那边翻滚 它一直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然后你就是一直去撞那块石头 就是这样 对 其实看起来老实讲 看起来蛮深的 然后硬要讲的话 其实这边也有点像是 我们今天去外的外木山的游泳池 其实它算是有个比较小区域 还算内海 你刷过这里以后 就变得比较外海了 肉依很久被架吹了 对啊 有点麻烦 出来啊 你在干嘛 好冷喔 好冷喔 就很冷 嗯 你不觉得这边海底 跟以前去的海底就是 但是这边明显比较看不到什么垃圾 所以你自己看 今天风亭那么浪静 这边就已经 就是感觉蛮明显 所以这边其实比一般来说还干净 而且这边的浪比较大 真的假的 哇 你很言之有误 好好走啊 脆脆一点 走啊 下面那个蓝蓝点间 全部都是蓝色小鱼 有耶 还蛮多的耶 有好多小鱼 一百多只的这么大鱼 然后就绕着我地窗花 过了那边之后 其实这边就有深的 这边就蛮深的 这边我感觉大概有 有些地方应该有五六峰尺的吧 这边的话应该 我觉得市民应该有 绕一下潜 藏湿潜下去了 加油 好 来工生下潜 预备 我要拿 我真的很像一个残背喔 我连下水都是做不对 你看那边 它那边有时候还是会打起一些浪波 但是其实你在水面上 你其实会感觉还好 算没怎么浪啊 别叫算平了 好多小鱼 在 entonces こう做了 你看看 你的外偌 你叫做 快走 他竟然帶來了一個 我帶了一個鳳梨 好可愛喔 畫超大的耶 燒個斗角仔在那邊就這樣 乖 還有 水母哥哥變成鳳梨哥哥 真的耶 鳳梨水母 鳳梨口味的水母 好吧 鳳梨就在挑出去了 輕鬆 我是一個大鳳梨 現在來玩喔 鳳梨在那邊挑而已 現在要翻翔哥了 魚都鯊魚了 魚都鯊魚了 福聯國小位於台灣東北角的卯澳灣 是全台灣最東以及海拔最低的學校喔 而卯澳兩個字的由來 據說是因為很久以前 有人從高處俯瞰整個澳灣 看起來就像中文的卯字 因而命名的 是不是很特別呢 因為卯澳灣這裡清澈的海水 以及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沿海生物 這也是許多熱愛浮潛 潛水的遊客口袋名單中的海洋天堂呢 我們大家現在已經陣亡成一片超慘的 柔衣先帶頭的 石頭跟石頭之間要注意 為什麼 我們剛剛是擦很久了就被推上去撞嘛 喔是喔 所以我們是一個女 潘桌 潘桌 我發覺妳是不是不太會曬黑啊 對啊 它本來就它是我們家皮膚最白的 因為之後問一下就白了 就是搞白了 哎呦這確定對於女朋友的親屬關係是健康的嗎 他才很開心啊 很開心 有開心嗎 欸我問你喔 我們兩個是目前你戴過最爛的嗎 不要把我刷進裡面 我是在 我是在 我是在carry你 欸 都沒有人 只有你戴過更爛的喔 有啊 就接不住 就你媽啊 得罪女朋友的那個弟弟還得罪媽媽 我覺得浪真的有變大的感覺 但好多人喔 夏天真的大概就是要玩水 哇又更多人來了 超誇張我大概下去個兩趟 然後可能玩個十幾分鐘二十幾分鐘 我就真的超級想坐 我沒辦法再下去 翔哥好像一個海報好可愛喔 翔哥在跟我揮手的很可愛 台灣的東北角擁有豐富的地景資源 除了有山林 斷崖 台地 盆地等陸上地形之外 這裡也因為東北季風的侵蝕與海池作用的影響之下 形成了許多海甲 海灣等沿海地形 造就了山海交錯的自然景觀喔 如何 有大豐收嗎 沒有 我覺得魚好像變少了 真的嗎 因為牠變濁了 我們現在遊玩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遊的一些心得 就是我覺得這邊其實蠻適合 新手的 對 我覺得撈壽其實也很適合啦 但是就看你想要看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牠有些時候會因為可能海巷或是天氣 其實也會有所影響 單純講我們這樣吃去的話 我覺得外木山是對我們來說比較敬業一點 對 我也是對外木山印象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這裡的形式其實很像 就是牠其實也是有一個很安全的一個背 大家可以在這邊讓小朋友在這邊玩水 我覺得大家很開心耶 哇 牠在跳舞耶 清水舞 那請問今天 牠在跳舞 那請問今天我潛水的表現給我幾分 今天大概9點5分 真的喔 100分100嗎 好啦 我今天表現大概2分而已 我也是要覺得 謝謝大家 下次再讚吧 我要加油 那你自己覺得你目前去過 你覺得這位潛點你推薦嗎 這邊的潛點的話我其實蠻留意的 如果以論安全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邊並沒有比較安全 牠就是比較少人 然後這邊幾乎都會自主 因為那些潛點其實大多數都是 有那些商家的 喔 所以來這邊通常都會自備 就用那種黃色小鴨 所以池的深度我自己覺得大概 一公尺左右吧 不過很多礁石 所以假設你沒有穿鞋子的話 很容易刮傷 你假設今天出去到外面這邊的話呢 會比較深 可能兩三公尺以上 可是外面我會覺得比較適合潛水 可是要有比較暗水性一點 我們剛才在旁邊那邊玩 然後我們就這樣到這邊啦 這邊有很多池子聽 叫做還蠻好的 歡迎來到肉皮頭的旅遊查驗時間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服務連國小福縣的相關旅遊資訊 那首先就是交流部分 那志祺開車的朋友的話 建議就直接導航 購鳥區的服務連國小 路邊有很多的白線可以去停車 就是自己去找適合的位置停車就可以了 那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朋友 可以搭乘856號公車 從瑞芳或者是貢寮火車站 大概一直搭乘到軟凹站在下車 或者是你也可以搭乘F836公車 一直搭乘到軟凹市民火中間 下車就可以囉 好那前往服務連國小以前 我們建議大家做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事先先去查天氣預報 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可能會去台灣的重量氣象局 或者是使用Winding 然後去Check一下說 當天的浪高如何 假設通常當天浪高超過一公尺以上 那麼我相信就不會去前往 那這部分就是大家自行 要評估一下安全的狀況 那來到服務連國小這邊 其實主要有分為兩個區域 第二個區域就是比較靠近裡面 有個長方形的區域 深度大概是一到兩公尺 那至於外面的區域 深度就可能是兩公尺以上或更深 甚至有到五到十公尺多有 所以這部分就是大家自己 斟酌一下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去選擇適合的地點 那來這邊前所 我們建議大家攜帶 當然就是救生魚 或者是魚人浮標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最好穿著鞋子 跟一些防曬的裝備 因為那邊有非常多的教室 假設你治療下去的話 你教室很容易刮傷的喔 那到了conclusion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這裡我還蠻推薦 如果說一到五分 我可能會給三點五 我大概四 然後我覺得它比較沒有那麼完美的原因 所以它這裡其實沒有什麼盥洗的 就是蠻私人的 然後私人的地方盥洗好像算人頭一個三十 但我不確定沖了多久 對然後它旁邊這邊小 就是有很多一些賣一些海鮮的店 那肚子餓的話也可以在那邊吃個飯 沒錯那這裡的海域 所以我覺得大家蠻適合來潛水的 個人的話我是自己比較喜歡這邊的 喔 比較適合 我以為你喜歡農洞的 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要租裝備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邊的 喔 所以以車位來講的話 這邊其實也比較多 也是 我覺得它算蠻舒服 因為以家字來講 我原本也蠻擔心的 但它的狀態我覺得算很不錯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See You 掰掰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就是你心中Top1的前點 或是你曾經在這裡看過哪些特殊的海洋生物 掰掰 最新景點秘境開下影片喔 娃娃伊喔 畫超大的耶 我是鳳梨的人 欸 我沒想到你會買這種東西耶 有沒有太罩你了 因為看起來很白色 好可愛喔 我想說有個鳳梨在海上飄的感覺還好啊 應該很可愛 對啊 是鳳梨的喔 對啊 是鳳梨的喔 鳳梨有點鬧 他那時候說買這個的時候 我傻眼